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听来像废话的话 先有语言 然后才有记录语言的文字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模式 不过中国历史显示了 这套模式不必然是通责 而有其例外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直接阅读 两千多年前成书的诗经 正源自这份例外 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基本是分开的 中国的文字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 中国文字的渊源 可以在大问口文化的陶片上看到 然后到了殷商的甲骨文 出现初步成熟的系统 甲骨文有特定功能 那是一套带有神秘性质的符号系统 用来连接两个世界 现实世界与祖先所在的超越世界 拿一片打磨整理好的牛肩胛骨 或海龟腹甲 在背面先钻出不穿透的洞 然后用火在洞底下制烤 过了一阵子 厚度差异产生不同程度的热胀冷缩效果 甲骨的表面就会 嘟的一声爆出裂痕来 这种做法因而就被取名为捕 捕的目的是要从不规则的裂痕中 解读出于事讯息来 捕是超越世界里的祖先 给予人世子孙提示指引的沟通渠道 不是每个人都读得懂裂痕 所代表的祖先意见 要由具备特殊身份 与特殊能力的捕人来解读 捕人再将读出来的意思 用文字刻在同一块甲骨上 以便未来复案解释 预言是否准确 或说对于捕痕的解读是否正确 如果说这种文字和语言有关系的话 那也是和神秘的超越语言 而不是和日常一般语言有所连接 符号明白地写在甲骨上 然而阴商时期 这些符号有没有读音 可不可以被念出来 我们并不知道 也就是说 这些甲骨文字很可能是单纯 以视觉符号的形式出现 很可能类似今天 三太子符乱石在沙盘上所显现的 或施工作法拿毛笔画出来的符仔 不能因为这些符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我们就理所当然的用后世的看法 把它们视为带有声音的意义 不是说它们一定没有 而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们有 在功能上 它们大可以没有相应的声音 并不是所有的符号都是声符 都有可以念出来的声音 甲骨文首先就是一套符号 一套用来记录不在这个世界的 飘渺之灵的意见的符号 商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了甲骨文 而且显然没有打算让很多人了解 运用这套符号 懂得这套符号是份本事 更有一种特权身份 就是因为它们掌握了这份 别人没有的本事 提高了它们的权力地位 它们能比别人更有效 更有把握的与超越世界的神灵沟通 取得了使别人不得不臣服 不得不畏惧的特权力量 从对于早周文化 周人在今天陕西地区兴起时留下的 遗迹的考古探索中 我们清楚发现了 周人曾经试图要模仿 甚至窃取商人的这份通天地 传递超越讯息的特权力量 尤其在陕西 祁山凤厨村的遗址中 发现了许多没有文字的甲骨 以及部分写的粗糙 歪歪扭扭的甲骨文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民族对抗的关系中 周人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与地位 从商人那里 承袭挪用 甚至偷取了制造青铜器 以甲骨占卜 还有用符号记录祖先意志的方法 不过 周人有周人自己的风格与文化 与商人极其不同 所以这些在商人社会中 充满鬼神意义的东西 进入周人社会后 就有了根本的改变 原先象征着 来往两个世界的神秘动物使者的 青铜器复杂文式 到了周人手中 就愈变愈解化 愈变愈线条化 失去了和动物形象间的连接 同样的 甲骨文被周人运用后 也改变了其基本性格 周人保留了文字部分的神秘性质 不过 他们更看重的 雾宁式文字的长久性 文字可以抵抗时间 将讯息固定下来 长久的留存 在周人的手中 文字由记录保存超越世界讯息的功能 转变为记录保存人间的现实讯息 很可能就是在周人进行挪用转化的过程中 才确定了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周人采用了商人发明的符号 这套符号从来就不是要为语言服务的 却被周人用来记录保留语言 和全世界绝大部分文字系统不一样 中国的文字不是表音的 文字符号上没有容易学的声音规律 因而如何建立文字和声音之间的对应关系 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课题 这是别的文明没有遇过 或者是没有解决过的大课题 就算有些古代文明也采用过非表音的文字符号 遭遇到语文分离的困难 他们几乎都很快就放弃了原有的表音文字系统 改用更方便更合理的表音文字 是的 从宏观的人类文明角度看 中国的非表音文字系统很不方便 甚至很不合理 就是因为那么不方便 那么不合理 所以中国文字成了独一无二的特例 这么不方便 这么不合理的文字 竟然能够成功的建立和语言的关系 竟然能够传流下来 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 也是一项历史的奇观 世界上其他文明陆陆续续都走上了表音文字的大道 表音文字最大的好处就在让文字和语言密切相连 甚至可以说让文字作为语言的衍生物 语言怎么说 文字就按照语言的声音怎么记 只要学会二十六个字母 学会字母作为声母与声音之间的对应关系 我们就懂得了如何将听到的英语 化为笔下写的可以传送到空间与时间上的远方的文字 中文从来没有走这条容易的路 中国文字先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语言平行发展 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左右 才转而让这套原本不是依照 升幅原理设计的文字用来记录语言 中国文字在转用于记录传超语言之前 已经确立了其神圣性 即使被运用到记录传超语言后 这份神圣特质仍然保留着 于是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相互关系 就和其他文明表音系统中的关系大不相同 表音系统中语言是主 文字在后面跟随追谋语言 语言变化了 文字就跟着变化 因而文字被视为语言的不完美替代品 文字是复制的 语言才是真本真品 但是在中国的系统中 却是文字地位高于语言 语言是暂时的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要靠文字才能取得定性 才能抵抗时间 不再变化 也不会心颓磨灭 三千年前 中国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 他们从嘴巴里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来表示吃饭了没这个意思 我们不知道 三千年前的中国语言已经彻底消失了 无从还原 那样的声音没有用任何形式传留下来 也没有留在文字里 虽然文字里记录的是约若击鼓地摇 但这绝对不是两千多年前中国人说话的方式 文字并不是忠实记录语言本身 而是用文字的逻辑将语言转抄改写了 而且因为是非表音的符号 也就没有留下关于两千多年前这几个字怎么发音的证据 但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留下来了 而且他们表达意思的方式保存在文字中 一流留了几千年 一直到二十世纪 白话文兴起前没有太大的变化 若司马迁于九泉之下 对两千年后的梁启超说话 两人绝对无法沟通 连猜都无从猜起 但是让他们两个人用文字写下自己想讲的 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除了极少数特别名词外 两人完全可以快速直接充分地沟通 关注身边的生活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周朝人如何唱歌 作者杨兆 朗读者小M 周朝人如何唱歌 我们不知道两千多年前的人怎么说话 然而因为有诗经 所以我们知道周朝的人怎么唱歌 诗经收录的内容具备高度的歌唱性 诗经是中国文字和声音相结合的最早例子 不过不是和说话结合 而是和唱歌结合 歌唱的语言比日常生活说话的语言来的简单 更要来的有规律 有规则 其中有许多重复 而且有明确的声音模式 诗经让我们知道周朝人如何唱歌 不过要小心 一来不能从诗经去推断周人如何说话 二来也不能从诗经去推断 那个时代的人都这样唱歌 我们无法排除一种可能 说不定周人也曾产生过长篇的史诗 用有韵的语言编写重要故事 到处传唱 像古希腊河马史诗那样 不过即使周文化中产生过长篇史诗 也不会流传下来 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这套文字 不方便追谋 记录长篇的声音 既不是表音的 符号又复杂难写 缺乏适当的记录工具 史诗那样的声音艺术 在中国是无从像在古希腊环境中那样保留下来的 这套不能记录史诗的文字 却还有办法应付四字一句 句子又不断重复的短歌 《读诗经》让我了解 中国文字系统如何尝试着去接近语言 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尝试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这套文字系统能否在中国建立起主流 至高唯一地位 还很难说 在与歌的接触中 当时的人们摸索出办法来 让文字至少能够部分的记录声音 并且建立起图像符号和声音之间的一些规律原则 我们很容易可以想象 如果没有找到文字与声音间的这些基本关系 迫于功能上的需要 当时或稍后的中国人很可能会去发明 尝试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表音性的文字 那么中国文明势必就彻底改观了 《诗经》之后证明了这套本非为语言而设计的文字 虽然不方便不好用 却毕竟还是可以用的 将就将就 妥协妥协 文字和语言 就用这种方式连接了 本内容由静雅思听网站 制作出品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封存起来的声韵 作者 杨兆 朗读者 小M 封存起来的声韵 诗经里的诗句 绝大多数都是押韵的 我们今天没有把握能够复原那些韵的声音 因为两千多年来 声音有了很大的改变 而我们用来查对韵的参考书 都是在诗经成书超过千年之后才编撰出来的 目前通用的国语只有四声加上一点点入声 这是一套相对简陋的声音系统 古代汉语至少在声调上一定比现代语复杂的多 此外 古代汉语使用的声母和育母也和现代语有很大的差距 可以这样说 现代国语在声音上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简陋 最单调贫乏的一套系统 说闽南语客家化广东话的人都知道 这些方言里的声调韵母都比国语多得多 为什么国语会在声音上那么简陋 或说为什么选了声音上这么简陋的系统来作为统一的国语呢 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倒过来问 相对于国语 为什么这些方言在声音上都那么丰富 因为如果不动用那么多声音 语言里会产生许多同音字 很容易造成误解带来不便 较多的声调 声母 育母 交错组合成众多发音 可以大大降低同音字 同音词出现的比例 国语中同音字同音词的频率其实高得惊人 言谈中我们经常要靠上下文关系才有办法判定别人口中发出的音 代表的究竟是众多同音词中的哪一个 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诉诸牵涉到文字的辅助说明来确定音所代表的意义 例如我说没有意义 为了怕别人误以为是没有意义 我得解释是相译的意和议论的意 在声音组成上 那么简单简陋的国语依然能够使用无碍 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了普遍的文字经验 文字统一了大家对于这些声音的认知与想象 靠着文字的存在辅助 大幅降低了同音字会带来的误解 也就扩大了对于语言中同音字的容忍程度 我们无法还原诗经的声音 不过诗经的运文形式大有助于我们追溯 理解中国古运的规律 翻开任何一首作品 我们都可以借由其整齐形式列出拥有同样运母的字 关关聚鸥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在这样的句子里 揪 周 求这几个字是押运的 也就是有同样的运母 如果遇到了诗经上形式上该押运的字 在佩文运辅一类的后世运书中分在不同的运里 或者更常遇到的 用我们今天的念法念起来完全不押运 那我们就知道中间有了运上面的转变 也就能够试着从中整理 探查古今生运的改变轨迹与规律 本内容由静雅思听网站制作出品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不一定是大道理 作者 杨兆 朗读者 小M 不一定是大道理 诗经是歌 是歌词 今天的流行歌词 无法充分准确反映人们的生活 与普遍的价值观 因而我们也就没有道理相信 能够从诗经里充分准确掌握周人的生活与想法 诗经比较能够有效反映的 是周人唱歌的情境 当时的人在什么样的场合 什么样的状况下唱歌 在歌中表现什么样的情绪与内容 什么样的事件 什么样的情感 对他们来说是适合放入歌中的 这些是我们读诗经时应该探问的问题 读诗经我们不能忽视歌的形式 包括句子的字数 句子和句子间的连接 同样句子的反复规律 以及整首诗如何由重复 及相异的句子组成特殊的结构 读诗经我们还应该特别关心 字与音之间的关系 认真看待形象的符号 和口舌发出的声响 中间是否有些什么固定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读诗经不要一开始就掉进传统的泥沼里 诗大序毛诗或诸子诗集传的解释 主张每一首诗都要有威严大义 都要有历史影射或者道训界 往往非但无助于我们接近认识这些诗 还会让我们对诗经里的作品 产生不必要的距离与厌恶 让我们记得在成为经之前 这些作品先是周人传唱的诗歌 当他们唱这些诗歌时 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其内容会变成经 被赋予那么高的地位 还贴付上那么庞大的意义 诗被抬高成为诗经 而经的意义就是包藏古代圣贤智慧真理之处 于是后人就一定得要在诗经里读出 配得上古圣先贤的内容 经是记录大道理的 诗经是经 所以诗经里一定都是大道理 如此伦理是严重的时代前后措置 拿后来的定义来改写之前的作品 强迫之前的作品要包括后来规定的内容 让我们去掉这种措置 尽量将诗经放回其产生的时代环境中予以解读 静雅思听新浪腾讯微博 关注远方的世界 关注身边的生活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不听 采集民歌与封建统治 诗歌里所收录的诗 约莫是在西周后期陆续与文字记录下来的 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作品 编辑成书之后就成了周人王冠学传统中的重要一环 用今天的语言说 是周朝贵族教育中的一门固定课程 诗 书 义 礼 月 春秋 是当时贵族教育的核心课程 贵族教育为什么如此构成 如此安排 我们无法从史料上完整回答 但可以透过这些课程的内容 进行合理的推测 书的内容是古代史 记录了周朝建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以及先人对于这些事件的检讨教训 周人在自己都意外的情况下 打败了他们眼中极为强大的大义商商朝 于是积极地寻找自己究竟怎么赢了的理由 这一过程及找到的解释 包括批评商人 迷信鬼神 沉溺酒中的恶习 警惕天命无常的忧患意识等等 都收录在书里 透过书将周人的特殊精神价值 传递给后世的贵族们 对应于书 有春秋 春秋是当代史 是国别史 这里的国指的是封国 旗 鲁 晋 宋 这些封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国别史 原本形式很简单 每年分春秋两大条目 记录上半年 下半年各发生了什么大事 所以叫做春秋 礼是行为规范教育 是维系封建秩序所需的规矩和仪式的总和 礼最早可能不是以文字经书的形式存在 而是借由实际的演练来流传的 所以在孔子的时代还普遍有眼里的说法 义则是当时贵族教育中的哲学教育 周人一直在思考天的问题 天最直接也最普遍的定义 就是人所无法左右 人所无法企及的超越力量 我们的生活一部分是人 另外有很大一部分是天 偶然意外是天 巨大无法扭转的命运也是天 对于无法左右 无法控制的因素力量 该如何理解 如何应对 是教育的重点之一 那么剩下来的是诗和乐 诗和乐究竟是一还是二 至今没有定论 恐怕未来也不会有定论 而且也不太需要有定论 古代音乐没有任何具体形式的留存 声音消失了 我们能找到的只有考古出土的少数乐器 另外就是文字上对于这些声音的追谋 描述 因而我们很难拥有足够的基础来讨论乐 顶多就是从诗与乐 列为王冠学的重要项目 推断当时贵族教育对于听觉的重视 那么诗之教在贵族教育系统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为什么这些歌 这些关于歌的内容的记录 会成为贵族教育的一部分 尤其是中间有许多和庙堂里 不相干的民歌 传统中对于诗经内容的来源 有一种彩詩之说 用今天我们对于西州封建成立过程的了解 可以这样解释彩詩的意义 周人建立新的王朝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是说我们今天打下了朝歌 伤亡咒死了 于是伤人原本统治的区域一股脑 就改成归我统治了 首先商朝能够控制的范围其实并不广 其次商朝对这片有限范围的控制强度也很有限 那是一种联盟共主式的关系 而不是直接的疆域管辖 在周公成王的时代 周朝设计了新的方式 建立了新的统治模式 这一新的模式就是封建 封建刚开始时是指定一位宗亲或功臣 将一块地方和一群人民封给他 要他带着这些人去到封地 有时是征服 有时是开发征服 开发之后还要负责管理 清盈 那就变成了他和后世子子孙孙所拥有的风国 宗亲或功臣获得的风国 很可能是一块遥远陌生的地方 要能有效领有这块封地 刚开始要靠武力 却不可能一直靠武力 光靠武力 封建领主必须了解这里居住的是什么样的人 得要认真的探访 了解当地民情 努力试着和他们好好相处 采施 搜集当地民歌 从民歌中接近人民生活 是一种合理的手段 这或许真是诗经内容的起源 其中或许也包纳了 把诗经放入贵族教育核心的原因 并不是说诗经中的诗都是如此采来的 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情境 使得周人早早建立了重视民歌 采集民歌的习惯 并将之视为一般贵族必须具备的常识 顺着这个逻辑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 为什么原本具备神圣性 带有庙堂珍贵地位的文字 到了周代 会被用来抄写 记录民间的歌词 其间 牵涉了封建制度运作的功能 封建领主 封建贵族 要在封国里安居 要能有效管理封国的子民 他们当然应该知道那里的人原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做些什么 想些什么 并且将这些重要资料保存下来 供后世子孙持续长理封国之用 周人建立了民歌与民情之间的联系 相信民歌反映民情 有助于贵族掌握封国情况 所以要采师 但采师怎么个采法 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机 没有任何记录声音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恐怕只有模仿学唱 然而模仿的过程会有误差 学习记忆的容量也有限 还有歌的记忆会随时间而模式失真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困境 所以才将原本用来神圣性场合的文字 挪用来模拟记录这些声音 这是我们今天用历史的方式 而非遵照传统说法 重建的诗经来源推论 进亚斯汀网站 分享到新浪微博功能闪亮升级 让每一次分享看得到也能听得到 想见成惊喜 快去试试吧 静亚斯汀网站 让智慧也动听 诗经的白文不包括解释 有两万多字 不过实际读起来 诗经的字句 远少于两万字 那是因为诗中有大量的重复 以一段一段为单位 后面的段落 常常只是将前面的段落 改了一两个字 其他照抄 读懂了第一段的意思 面对下一段 我们往往只需要辨识 理解那少数改动的几个字就好了 诗中的反复 源自声音上的趣味 我们今天唱的流行歌曲里 也都习惯分主歌和副歌 主歌的每一段有不同的歌词 副歌却都一样 不断重复 而在KTV唱歌时 一定是唱到副歌时 很多人会情不自禁加进来 唱得最嗨的 也几乎都是副歌段落 诗经也有这种类似副歌的反复 不过有趣的是 诗经中出现的每次反复 都是在字句上有些细微 却有意义的改动 这是诗经形式上的重要特色 反复中进行的改动 最常见的是转运 前面一段用的韵角 在后面一段中改掉了 如此产生声音变化的趣味 但除了韵角所在的字之外 其他字句都维持原样 然而 韵角的字改变了 同时就换成了新的字译 新意与前一段的旧意 共同构成了特殊的层次结构 今天很多流行歌的歌词 每一段的意思都差不多 前一段换到后一段 后一段换到前一段 其实不会有什么影响 诗经里的诗却不是如此 尽管只是一点点几个字的变化 但那变化的字意形成了前后相弦的一套逻辑 先讲这个再讲那个其中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而虽然每一段看起来有很多重复的字句 但不能随便调动次序 一动诗的井然漂亮结构就被破坏了 经过了两千多年 我们都还可以透过读诗经 接触到那时候的人的心思 知道他们不是高兴唱什么就唱什么 唱到哪里就算哪里 诗中的顺序层次充分反映出了他们的感官与思考方式 从这个角度读诗经 我们自然会着迷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的世界观 使得他们对于观察描述现象与感情的次序层次 如此在意却又如此自然 诗经里的诗留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深刻印象 就是这里几乎没有单纯的人士 他们从来不单纯的直接的谈论 永畅人做了什么 人与人之间有什么互动 描述人与世之间的关系时 总是不断穿插外界的环境 尤其是大自然的现象 诗经中也很少有以描写风光景物为主的诗 诗的主要核心都是讲人 讲人身上发生了什么 可是诗的开头中间或结尾 一定会穿插有描述环境自然的字句 但这些环境自然的元素和诗中的人事主题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 却往往没有那么直接清楚 于是去感受去思考人事与自然的连接 变成了阅读诗经的一大乐趣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敬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丰雅宋与傅比兴 作者杨赵 朗读者小M 丰雅宋与傅比兴 传统中解释诗经 一定要提到六个关键字 那是丰雅宋和傅比兴 丰雅宋是诗经里的三种不同文类 傅比兴则是诗经写作的三种手法 丰雅宋牵涉到诗的来源及诗的功能 是周代就存在的分类 也可以从诗经作品本身的差异上得到内证 是我们了解诗经的重要线索 然而丰雅宋却是后来才附加在诗经上的解释 因而与诗经本身的关联其实没有那么强 排除掉先入为主的概念 回到诗经的白文上 我们会发现傅比兴的分类充满问题 傅是直接讲一件事 比是拿一样东西来比喻另一样东西或另一件事 兴呢 兴是这里提一个现象 一样东西 接着讲一件事或另一样东西 然而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比喻关系 没有一眼看得出的关联 传统上会将某一首诗归为 副 笔 或新 这种分法大有问题 诗经里的诗很少有单纯属于哪种写法的 而且中间有太多诗句根本无法区分究竟是负是笔还是新 诗人吟唱出这些诗句时心中完全没有负笔新的想法 我们却要拿这样的概念硬去套用限制作品的风格 不太对吧 即使是传统里被归为附体的诗 多半也都有前面提到的景物或自然现象穿插其中 诗里写了门外一棵树 接着写门里一个人的行为或感觉 照传统说法 如果树是树 人是人 分开讲树和人 那是负 如果拿树来比喻人 那是比 要是树和人之间有若有肆无不确定的关系 只是拿树来做个开头 带出人来 那就是新 然而我们需要如此定死树和人的关系吗 又有多少句子 多少首诗 真正可以让人有十足把握定死这个和那个的关系 没有一意 没有暧昧 没有莫棱两可 事实上 一意 暧昧 莫棱两可 往往可以提供我们更丰富的阅读想象经验吧 传统复笔星的规定会破坏我们对于诗句的联想感应 传统上告诉我们官居这首诗属于星体 也就是前一句官官居鸠 在河之舟和后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球之间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 所以我们应该将官官居鸠摆到一边去观看君子好球这件事就好 这样先入为主的阅读直隐好吗 难道不是应该由读者来诠释来决定官官居鸠和君子好球之间的关联吗 这不是一个读者在阅读上的基本权利基本乐趣甚至是基本责任吗 我宁可大家回到一个少点成见的原点上来接触这些诗 知道当时的诗歌中不习惯直接叙事直接涌物 而有很多迂取的表达手法 去注意到迂取手法产生的效果 如此就够了 回归到阅读文学作品的基本态度 我们尊重诗经中每一首诗的完整性 先假定诗人歌者之所以这样写这样唱 在他创作的刹那是有意义的 我们就是要从诗的本身去追索 还原诗人歌者的设计意念 或者说我们将每一首诗视为诗人 歌者跨越两千多年的时空 对我们的邀请召唤 问我们 你感受到什么 你察觉到什么 你注意到什么 敬雅思听新浪腾讯非博 关注远方的世界 关注身边的生活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声音与文字的规律 作者杨兆 朗读者 小M 声音与文字的规律 诗经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语词 只有和谐声音与整齐节奏 而不带任何特定意思的字词 语词的存在再度提醒了我们当时中文系统中 语言声音的规律和文字意义的规律还没有完全对上 诗言诗 每句固定四个字代表四个声音 却并不是四个字都有意义 也就是说 很多句子其实只有三言甚至两言 要靠词语才能使其在声音上扩张成符合形式的诗言 那时候还存在着这样的暧昧空间 并不是每个文字符号都有对应的文艺 那时候还能容许一些文字符号是纯声音性的 垫衬在句子中方便制造整齐的声音效果 到了东周之后 中文里单纯声音性的字词明显减少了 知乎者也有声音上的衬垫效果 但这些著词的每一个字都有其文法上的特殊功能 是文艺的一部分 不会只是发挥声音上的作用而已 在诗经成文的时代 经过甲骨金文几百年的发展 中国文字系统已经很成熟了 然而用文字来记录声音的经验还相对短浅 所以留有较大的实验空间尚未完全定型 这些诗先以歌的形式存在 应该是为了配合旋律 所以有重复的部分 所有美剧有整齐的节奏 也因为先以歌的形式存在 所以诗里面大部分都是小事件小感情 一般长度有限 没有大叙事也不承载大道理 影响所及 中国文明中以声音为主的文学表达 一般都比较短小 唐朝的绝句是最极端的 二十个字 二十八个字就构成了一首诗 律师也不过只有四五十个字 五六十个字 律师短小精悍的运文 其地位反而欲高 追溯这种价值观的来源 至少有一部分 是和中国没有发展出表音文字 无法方便直接记录声音的特殊情况有关的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三种文类 作者 杨兆 朗读者 小M 诗经一共包括三种不同的文类 风 雅 宋 其中数量最多 内容最丰富的是风 属于民间歌谣的性质 也就是和前面所说的彩诗关系 最为密切的部分 风又称国风 那是因为正式的篇章排列上 多数标示了这些歌谣 所来自封建之国 风 一共收录了160首 占诗经总数305首 超过一半的分量 分在十五篇中 每篇有个地理名称作为标题 十五国风分别是 周南 少南 贝 雍 魏 王 正 齐 魏 唐 秦 陈 陈 兵 这里面的 魏 正 齐 魏 唐 秦 陈 曹 可以确定是封建之国 兵 贝 雍是地名 而不是国名 王 则是泛称周王都附近的区域 所以其实并不是严格以国为其分类 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清楚可信的答案 十五国风开头的两篇是 周南和少南 周少二字接连出现 在周代文献中极为常见 例如在西周建立上 具有大公的周公 少公 周少是周代两个重要的戏谱之脉 周公的风国在鲁 少公的风国在晋 可是诗经中没有鲁风 没有晋风 却有周南 少南 另一种说法是 周南指的是鲁 以及鲁南方的众多小国 少南指的是晋 以及晋南方的众多小国 是这些区域里流行的歌谣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 南字并不是南方的意思 而是指称一种歌唱的形式 主要是以合唱的方式来表现的 十五国风之外 有大雅 小雅 这些还是歌 不过是贵族之间 宴客时使用的 那是正式场合 有人请客 有人来拜访时 奏起乐唱的歌 大小只称分辨了 应用场合的正式程度 然而无论大雅或小雅 都是配乐的 国风中的诗 恐怕大部分是清唱的 没有契乐伴奏 但雅 则多半有契乐相伴 只是这些音乐 今天都失传了 也有人主张 王冠学贵族教育项目中的乐 就是配合雅的音乐 贵族们需要学会这些音乐 以便在艳想筹作时 不失礼的运用 第三类的作品是颂 颂是明显经过文人整理的 口述集体历史或集体精神教育 其兴致接近上书的口语版 比较好发音 记忆 朗朗上口 而更容易让人吸收 内化其中对于过往 历史教训的整理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从官居开始 作者杨兆 朗读者小M 从官居开始 诗经开头第一首诗 标题叫做官居 诗经的通力 大多是以诗开头的前面两个字 拿来当作标题 然而若第一第二是两个重字 同样的字 那就只取一个 配上第三个字组成标题 或者前面的字是虚词或词语 那就跳过 去后面的诗字来做标题 另外 有少数是以诗中比较重要的字词 挑出来当题目的 这诗主要说的人士是 窑窕淑女 君子好求 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男人 因为有身份有地位 所以理所当然的 应该替自己找到适当的配偶 要去追求他爱慕的女人 这件事贯穿全诗 然而 诗的开头 却是从大自然的现象讲起 而且 大自然的现象是有顺序的 先 观观鞠鸠 听到鸟叫声 然后 才看到鸟在河中的沙洲上 观观 是水鸟的鸣声 观观 观观的声音热闹叫唤着 引人将注意力放到声音的来源 于是在河洲上 看到了鸟的影踪 读诗经的诗 不只是前面的句子 会影响我们对后面句子的理解 倒过来 经常后面的句子也会给我们暗示 回头 改变了对于前面句子的看法 诗句很简单 不会把细节都交代清楚 然而 在将人事与自然并列时 就必定会在我们心中 刺激出冲动 补上从这里到那里的不同想象环节 因为后面讲的是 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我们理所当然回头想到 河洲上水鸟为何而名 它们所发出来的 不也就是求偶的名声吗 虽然文本上没有明写 但在读者的心象上 发出叫声的鸟 就不会是单独一只 我们也就仿佛听到了水鸟的对唱 如此前句和后句的意思就有了贯通之处 参赐杏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妩媚求之 求之不得 妩媚私服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受到了河洲上 求偶鸣唱的鸟儿刺激 公子 想要追求 心目中的好女孩 那个女孩 有多好呢 好到让这个公子 醒着时想她 睡了 入梦了 也还是想她 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求之不得 得不到好女孩的青睐 所以 行也想 睡也想 在这里 私字 是语词 福 才是想念的意思 妩媚两字 都属床部 白话里 我们将妩媚 说成是 醒和睡 但其实不太对 至少不太精确 上班会在会议室里 我们是醒的 却不是雾 雾 特定只躺在床上 却醒着的状态 想睡觉 躺在床上 却无法睡着的状态 妩媚连说 在床上 时醒时睡 那才联系上了 后面的 悠哉悠哉 这里有古今语义的变化 今天我们说 悠哉悠哉 是形容 人很自在 轻松的模样 但古代的用法上 悠的本意 是用来描述 我们对于 时间长度感受的 湖南城 在用日文写成的 《心经随喜》中说 悠久 悠久 西方人可以了解久 那是物理上的时间长度 却不容易了解 优 因为那是中文里 特别用来指称主观 对于时间的领会 用湖南城的话说 有时这种心理 感受的时间 比物理的时间更绝对 三分钟 可以是短 也可以是长 不是由物理上 滴答跳了 一百八十次来决定的 所以悠哉悠哉 讲的就是这种 主观心理的漫长感受 在想念中 即使上了床 也都睡睡醒醒 频频翻身 辗转反侧 感觉到夜之时光悠悠 总也过不完 这样讲 诗的意思就很清楚了 换句话说 如果将参词杏菜 左右流之 从诗里拿掉 好像也不会影响 改变诗 所要传达的讯息吧 杏菜 是飘在水中的植物 长长短短 并且因为在水中摇曳不定 视觉上看起来 格外不整齐 格外难以琢磨 杏菜不见得 刚好在离岸很近 探守可得的地方 若是杏菜 在较远的水中央 那我们就得 弯下腰来 用手反复拨水 借由水流的力量 让杏菜靠近过来 这叫做左右流之 是的 这八个字和后面六句 没有必然关系 然而当你心中 浮现一个人 蹲在岸边左右拨水 想让杏菜 靠近过来的形象 再读到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不可能不感受到 这两者之间 有着巧妙的呼应 像是一种视觉 或心情上的押韵 接下来的诗是 参词杏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色有之 就将杏菜 与淑女的关系 拉得更近了 采 鼓音词 有 鼓音 以 这两个字是押韵的 前面说的是 左右拨着水 让杏菜靠近过来 这里进一步就说 等到杏菜被水流 带来岸边了 就可以从水中 采捞上来了 讲杏菜的两段话 是连续动作 先左右流之 流过来了 才能采之 于是 就有了像电影里 平行剪接的效果 跟采杏菜动作 平行对剪的 当然就是 君子追求淑女的事 前者的连续动作 因果逻辑 也就透过平行对剪 感染到后者 平行读来 那也就是 要像采杏菜 要先流之一样 追求淑女 应该先 琴色有之 用琴色之声的音乐 让淑女 感觉亲近 再回到杏菜的镜头 参丝杏菜 左右帽之 帽子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 简泽的意思 将杏菜捞上来了 从中间 挑出比较好的 另一种说法 是烧熟的意思 那就是 把捞上来的杏菜 带回家主 不管是 简泽还是 烧煮 这段说的 显然都是延续上一段 而来的动作 留之 之后采之 采之之后 冒之 君子对于淑女的追求 也有相应的前后延续 刚开始 是动了念头 想要追求 再来就严重思念 想念到睡不着觉 还好想到了一种方法 借由音乐来接近她 到这里 窈窕淑女 中古乐之 乐字因为和帽子 押韵的关系 念作烙 琴色有之之后 仍然以音乐 来进一步取悦 这位淑女 这是字面上 直接的意思 不过因为在周代 中古在仪式上 有特别的运用惯例 一般常将中古 拿来当作喜事 热闹场合的代名词 因此 若将这一句解释为 进一步敲锣打鼓 将淑女娶回家了 也是合理的 若是这样解释 那么对于上句的帽子 也就倾向于解释为稍熟 那么前后两件事的对照 就更紧密了 用耳聆听 用心关注 静雅思听官方微博 陪伴你 温暖你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踩车前子的少妇 作者 杨兆 朗读者 小M 踩车前子的少妇 再来读显示 另外一种规律的诗 符语 这首诗一眼就可以看出其形式规律 诗共六句 每句都有上下两个部分 每一句的上半部 都是踩踩符语四个字 而下半部四个字 其中有三个字六句都一样 博言之 换句话说 虽然排了六个句子 但一句的八个字中 有七个字都重复了六次 每句和其他句子都只有区区一个字是不一样的 这是什么样偷懒的诗人做出来的诗啊 六个句子只改了六个字 也能算诗吗 先别急 让我们具体读了内容 再来判断 符语是一种植物 俗名叫做车前子 最大的特色是会结很多的种子 所以古人将符语视为繁殖力的代表 相信少妇们吃了符语就能感染符语的繁殖能力 有助于怀孕生子 这是这首诗的背景 虽然诗中没有明说 但是了解了这个背景 我们就知道诗中所描述的 是一群少妇去采符椅 而且是怀抱着生子期待而去的 没有男人去采符椅的 所以这是一首妇女之歌 很可能还是一首合唱曲 诗的声音本身给我们一种热闹感觉 仿佛在眼前看到了一群 对于生命充满期待与活力的年轻女子 彩彩浮椅 博言采之 彩彩浮椅 博言有之 彩彩浮椅 博言多之 彩彩浮椅不断重复 之字指的是浮椅 等于又重复了一次 而中间的博言两字是语词虚字 没有别的意思 这样的诗够简单 甚至够单调 够无聊吧 根本没用几个字 能不贫乏 先别急着这样评判 让我们理解一下 诗字意上说了什么 第一段的重心是 博言采之的采 让我们去采浮椅吧 第二段是 博言有之 采了得到了 第三段 博言多之 采了有了 却发现采的过程中 有一些车前子掉了下来 所以俯身把吊在地上的捡起来 后面的三段 踩踩浮椅 博言撸之 踩踩浮椅 博言截之 踩踩浮椅 博言斜之 第四段的动词 这是伸长了手去拔的动作 意思是 容易踩的都踩光了 掉下来的也捡起来了 还不够 把比较难踩的部分 也用力拔了 再下来 博言截之 这是把宽大的衣巾打开来 形成一个兜 将踩来的车前子放进去 最后一句 博言斜之 那是把打开的兜绑起来 看 一连串的动作 绝对不可颠倒错乱的次序 先踩 踩到了高兴了 然后注意到地上有踩漏了的 去捡起来 再来 觉得踩的还不太够 所以贪心的探长了手 去拔较远枝头上的果实 终于踩够了 要回家了 就把衣巾打开 拿来包车前子 包好了 仔细的绑起来 借着这样的次序 动作就有了情感感受的力量 我们就参与了 他们怀抱期待 踩浮椅的心情 想要多踩一点 增添生子的机会 但又不是那么严肃认真 不会带篓筐去装 甚至可能是一群人走一走 刚好看到了 累累结实的车前子 就临时起意 相招一起来踩了 如此的气愤 真正用来表达这些意思的字 减省到 但如果这样写 多无趣呀 诗的写法 声音将动作的程序拉长了 更增添了特殊的节奏感 还有踩踩浮椅 这样的复音表现方式 将踩叠成踩踩 放在最前面 自然产生了一种 集体行动的联想 把这首诗念出来 不断有类似 叽叽喳喳的声音 自然就觉得 描述的是一群人 而不是单独个人的现象 静雅思听 新浪腾讯微博 关注远方的世界 关注身边的生活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踩车前子的少妇 作者杨兆 朗读者小M 踩车前子的少妇 再来读显示 另外一种规律的诗 《浮椅》 这首诗一眼就可以看出 其形式规律 诗共六句 每句都有上下两个部分 每一句的上半部 都是踩踩浮椅四个字 而下半部四个字 其中有三个字 六句都一样 博言之 换句话说 虽然排了六个句子 但一句的八个字中 有七个字都重复了六次 每句和其他句子 都只有区区一个字 是不一样的 这是什么样偷懒的诗人 做出来的诗啊 六个句子只改了六个字 也能算诗吗 先别急 让我们具体读了内容 再来判断 浮椅是一种植物 俗名叫做车前子 最大的特色 是会结很多的种子 所以古人将浮椅 视为繁殖力的代表 相信少妇们吃了浮椅 就能感染浮椅的繁殖能力 有助于怀孕生子 这是这首诗的背景 虽然诗中没有说明 但是了解了这个背景 我们就知道 诗中所描述的 是一群少妇去踩浮椅 而且是怀抱着生子 期待而去的 没有男人去踩浮椅的 所以这是一首妇女之歌 很可能还是一首合唱曲 诗的声音本身 给我们一种热闹感觉 仿佛在眼前 看到了一群对于生命 充满期待与活力的年轻女子 踩踩浮椅 薄言踩之 踩踩浮椅 薄言有之 踩踩浮椅 薄言多之 踩踩浮椅不断重复 支字指的是浮椅 等于又重复了一次 而中间的薄言两字 是语词虚字 没有别的意思 这样的诗够简单 甚至够单调 够无聊吧 根本没用几个字 能不贫乏 先别急着这样评判 让我们理解一下 诗字意上说了什么 第一段的重心是薄言踩之的踩字 让我们去踩浮椅吧 第二段是薄言有之 踩了得到了 第三段薄言多之 踩了有了 却发现踩的过程中 有一些车前子掉了下来 所以俯身把吊在地上的捡起来 后面的三段 踩踩浮椅 薄言撸之 踩踩浮椅 薄言截之 踩踩浮椅 薄言斜之 第四段的动词是撸 这个伸长了手去拔的动作 意思是容易踩的都踩光了 掉下来的也捡起来了 还不够 把比较难踩的部分也用力拔了 再下来 薄言截之 这是把宽大的衣巾打开来 形成一个兜 将踩来的车前子放进去 最后一句 薄言斜之 那是把打开的兜绑起来 看 一连串的动作 绝对不可颠倒错乱次序 先踩 踩到了高兴了 然后注意到地上有踩漏了的 去捡起来 再来 觉得踩的还不太够 所以贪心的探长了手 去拔较远枝头上的果实 终于踩够了 要回家了 就把衣巾打开 拿来包车前子 包好了 仔细的绑起来 借着这样的次序 动作就有了情感感受的力量 我们就参与了 他们怀抱期待 踩浮椅的心情 想要多踩一点 增添生子的机会 但又不是那么严肃认真 不会带篓筐去装 甚至可能是一群人走一走 刚好看到了 累累结实的车前子 就临时起义 相招一起来踩了 如此的气氛 真正用来表达这些意思的字 减省到只有 浮椅 踩之 有之 多之 撸之 结之 斜之 但如果这样写多无趣呀 诗的写法 踩踩浮椅 薄言踩之 踩踩浮椅 薄言有之 踩踩浮椅 薄言多之 声音将动作的程序拉长了 更增添了特殊的节奏感 还有踩踩浮椅 这样的副音表现方式 将踩 叠成踩踩 放在最前面 自然产生了一种集体行动的联想 把这首诗念出来 不断有类似叽叽喳喳的声音 自然就觉得描述的是一群人 而不是单独个人的现象 静雅思听新浪腾讯微博 关注远方的世界 关注身边的生活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捷径的女孩 作者杨兆 朗读者小M 捷径的女孩 再来读采贫 采完了车前子 来采水生的花草 采贫代表了诗经歌咏的另一种形式 是用问答题表示的 也就是说歌唱时分成两步 一步先问 一步再答 然后一步又问 一步又答 如是反复 鱼以采贫 难见之宾 鱼以 是以问句的开头 到哪里去的意思 贫 是水生类的植物 有点像我们熟悉的布袋帘 浮在水面 夏末会开出白色的小花 所以有时又叫白瓶 到哪里去采白瓶呢 回答是 到南方小瀑布的边上去吧 鱼以采早 鱼以醒老 又到哪里去采水草呢 到水流清极的小溪沟里去采吧 为什么如此问 从答案中可以探知 南建之宾和醒老 都是水流快速 不会堆积脏物东西的地方 水很清净 如此一来 就能采到同样干净漂亮的水花水草 还有 采贫 采的是白瓶花 显示这是夏末 天气仍然炎热 此时去到小瀑布边 或涉足进入清水急流的小溪沟中 多么舒服 两句诗礼就给了我们清洁 及对抗鼠热的清凉感受 为什么要问 因为要知道你拿来的瓶和枣是从哪里采来的 不是随便的瓶和枣都可以的 接着还有别的问题 鱼以成枝 为框即举 鱼以香枝 为其即辅 采来了之后拿什么去装呢 拿圆的和方的竹篓去装的 装了带回来之后 又是在哪里烹煮的呢 是在大锅子里面煮的呀 旗是底下有三只脚 自己可以站着的大锅 斧也是大锅 但底是圆的 要放在灶上才能用 哦 不只是哪里采来的要讲究 进一步就连把瓶和枣 装回来煮熟的工具 也都要讲究 四次问答下来 我们就算原本再无知 都了解了 采贫采枣 可不像前面采浮椅 这回不是采着玩的 更不是采下来 随便用衣服 围一围包回来就好了 为什么那么重重其事 诗用最后两句问答 告诉我们 鱼以垫之 宗室有下 水与诗之 有斋妓女 煮好了之后 放到哪里呢 到宗庙里 放到窗下 原来采来的瓶和枣 是为了用在祭祀上 难怪那么讲究 今天一般祭祀中 我们是以神主牌或神像 来代表受祭的对象 周代却不是如此 神主牌上 写着列祖列宗的名字 就代表列祖列宗 这其实正是文字神圣性的一种 衍生产物 至少西周时还没有 这首诗中最后一句 那个诗字 指的就是周代的祭祀风俗中的做法 要找一个人通常是女性 来代表受祭的祖先 要做师来代表祖宗 这个人显然要具备特别干净 特别漂亮的特质 所以最后问 是谁在典礼中扮演师的角色呢 是从祭国嫁来的年轻女孩啊 于是前面对于采贫采枣过程的种种讲究 自然也就投射在这位 从祭国来的女孩身上 不必再多用字词言语形容它 一路读下来 就感受得到它的洁净与美丽 诗以问答体呈现 而问答又不只是表面形式 它和诗中要营造的情境大有关系 一句句仔细地问 表现了对采贫这件事的重视 不敢掉以轻心 一连串的问句 为了追究要用在祭祀典礼上的东西 是否干净 够不够干净 瓶和枣来源要干净 本身要干净 装成的容器要干净 烹煮的锅子要干净 就连摆放的地方 都是在光线能透进来的明亮的窗下 这样的主题从头贯穿 一直到选出来的年轻女孩身上 诗一共也只有六句 前五季都用语以开头 唯一的例外是最后一句 不再问在哪里 而是问是谁 声音与语意的转折 都又引我们特别注意这一句 于是我们也可以将前面 所有这些对干净明亮的讲究 看作是拿来陪衬 凸显 有斋妓女的 让人强烈感受到 她的干净与明亮 本内容由静雅思听网站 制作出品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熟读诗经的太子 作者杨赵 朗读者小M 熟读诗经的太子 西汉留相编了一本 说院 里面收录了许多过去的故事 在其中 凤始天 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 魏文侯的长子姬 按照礼法 应该被立为太子 但显然 魏文侯不太喜欢姬 在他还未成年时 就把他封到中山去 让他离开国都攻城 鸡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到国都 也没有和父亲见面 鸡有一个牧客 叫赵苍唐 他对鸡说 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 这是不孝 做父亲的三年都不探问儿子 这是不辞 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维持下去呢 你要不要派个使者去见父亲 中山君鸡说 我早想这样做 但能派谁去呢 赵苍唐就自告奋勇 担任使者 问鸡 那你知不知道父亲喜欢什么 鸡回答 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 赵苍唐于是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 到了魏国王亭 赵苍唐谨谨慎地请门房传话 说大儿子鸡派了使者来 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 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 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 北狗则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 听了通报 魏文侯很高兴 原来儿子知道记得他喜欢什么 于是就召见了赵苍唐 魏文侯问 鸡好吗 赵苍唐唯唯 意思是恩恩了两声 赵文侯又问 鸡没有什么问题吧 赵苍唐仍然唯唯 魏文侯觉得不对了 说 对我问的问题 你怎么如此敷衍呢 赵苍唐这才认真的说 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 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 已是余礼 我不能回答 魏文侯下了一跳 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口气问 中山君如何呢 这时赵苍唐才正式回答 我要来时 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 魏文侯再问 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 可见三年前 鸡被封到中山时 年纪还很小 赵苍唐的回答是 不敢和君侯相比 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 穿起来应该很合身 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 但是鸡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 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 魏文侯问 赵苍唐回答 他读诗 魏文侯又问 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 赵苍唐显然有备而来 回答 他喜欢陈锋和鼠梨 听了这答案 魏文侯就念起陈锋 欲比陈锋 欲比北林 未见君子 忧心轻轻 如何如何 忘我时多 陈锋中看到苍域的森林 那经验虽美 却抚慰不了 因为见不到你 给我带来的烦忧 究竟发生什么事啊 怎么会把我都忘了 念了这几句诗 魏文侯感慨地说 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 赵苍唐说 不敢 但他常常想念您 魏文侯接着又念出鼠梨诗句 鼻鼠梨梨 鼻季之苗 行脉迷迷 忠心摇摇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 连走路都走不稳 了解我的人 知道是烦忧让我变这样 不了解我的人 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 老天哪 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 念出诗来 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 就问赵苍唐 中山君在怨我吗 赵苍唐用完全同样的话应答 不敢 但他常常想念您 魏文侯于是将一套自己的衣服装好了 交给赵苍唐带回去给中山君 还特别交代 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 赵苍唐照做了 中山君受刺拜领 打开一看 发现下身的伤放在上面 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 中山君立时说 为我备车 我要进国都去见我父亲了 我的君侯照见我 赵苍唐吓了一跳 连忙提醒 君侯没说要你去呀 我离开时 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 中山君解释 父亲给我衣服 不是为了给我预寒 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 要我进城见他 把衣裳颠倒放 要你鸡鸣钱拿来给我 用的是诗里的句子 东方为名颠倒衣裳 颠之倒之 自攻赵之 中山君入国都 魏文侯大喜 摆出宴席来 接着就将鸡立为太子 进亚斯丁网站 分享到新浪微博功能 闪亮升级 让每一次分享 看得到也能听得到 想见证惊喜 快去试试吧 靠雅斯丁 让智慧也动听 贵族的对话基础 作者杨兆 朗读者小M 贵族的对话基础 《说院奉使》中这段故事 让我们明白了 诗之教在东周产生的具体效果 拥有贵族身份的人 都必须读诗 对于诗经中的句子倒背如流 于是这些诗句 就成了他们之间 沟通的一套密码语言 让贵族间能够借以表达 不方便或不适合 直接说出的意思 尤其是在封建制度中 有着很严密的上下次序 为了维持阶层尊卑 必定付出的代价就是 人和人之间不能有什么说什么 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 由诗经句子构成的 这套浮马语言 因而格外重要 格外有用 进一步 到了春秋之后 越来越复杂的列国关系中 这套浮马语言 自然的被延伸运用在外交上 当时封建礼法 不像西州时那么井然稳固 开始逐渐崩坏 不过仍然对一般贵族行为 有着高度约束力 不可能像战国之后 那样赤裸裸地显示 利与利的追逐对抗 如此而张出一片外交空间来 较弱的国家 还能够靠着巧妙运用封建礼法 来阻挡强国的侵夺 另一面 有野心的大国 也必须利用封建纽带关系 来发展联盟 拓展自己的势力 设身外交折冲的人 都受过传统贵族教育 于是就可以运用诗经中的种种典故 在保持礼仪的情况下 暗中决力或暗中拉拢 在这上面 上书或译经 有时也被援引利用 但其范围及频率都远远不及诗经 如果没有对于诗经内容的共同熟悉 那么绝大部分的外交辞令 都无用武之地了 如果魏文侯不是熟记 尘封数离 当下有感 那么赵仓堂的奉使策略 就注定失败了 如果中山君基 不是熟记 东方魏明这首诗里的句子 那他就通不过魏文侯的考验 会以为爸爸 只是送他一套衣服而已 东方魏明出自诗经其风 第一段就是说院中所演的 东方魏明颠倒衣裳 颠之倒之 自公罩之 意思是 天还没亮就起身穿衣服 因为太暗了 以至于把衣和商都穿颠倒了 哎 之所以会如此错乱颠倒 那是因为我的国君召见 要去上早朝的关系啊 第二段 东方魏西 颠倒上衣 颠之倒之 自公令之 意思和前一段同样 只是换了字 换了运 西是微光的意思 东方微光都还未显露 我就起来穿衣裳 以至于穿错了 都是因为国君下令 要召见的缘故啊 第三段描写出了门 情况比前面更狼狈 折柳返谱 狂夫俱俱 不能晨夜 不速则磨 因为天还没亮 一时找不到院子的大门 以至于 把用柳条编成的篱笆都踩断了 跌跌撞撞中 像个疯子般惊慌四顾 最后忍不住抱怨 搞成这样狼狈 都是因为 那个负责管事的人 乱定上朝的时间 不是太早 就是太晚呢 所以这首诗 原本是齐国卿事 借由早起慌乱 来指责国政安排不当的 和说院奉使礼的故事 没有一点关系 这就是断章取义 将诗的一章或一句 换到完全不同的 上下文脉络中来运用 这是春秋时 极为常见的做法 断章取义的做法 让这些诗句的运用范围更广 可以用来制造 巧妙奇异的空间 也就更大 用耳聆听 用心关注 静雅思听官方微博 陪伴你 温暖你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不听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朗读者小M 不过普遍的断章取义 对于后人想要了解诗经 却往往构成了很大的障碍 文献中留了很多隐诗的记录 这些后来都成了传著 传统里的重要材料 于是许多断章取义产生的意义 就被拿来当作是诗原句的解释 尤其是诗句在政治外交上的挪用 使得每一首诗 好像都有政治或道德意涵 刺激出了像诗大序中的 威严大义主张 让读者都戴上大义的眼镜 很难如实回归诗的本意 我们今天离开了这个传统 可以不必抱持这种 先入为主的态度来读诗经 这些诗的内容原本没那么了不起 或说这些诗了不起的地方 不在于里面藏了什么 赐君王的隐含意义 相传有哪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写成的 或拐弯抹角在记录评论 什么了不起的历史事件 不 许多诗就是由民间传唱而来 歌咏的是日常小事件小情感 里面带着强烈的庶民精神 透过诗经 我们得以窥见周人新建的文化 如何降至下层 形成日常生活的根本价值 周人取商人而代之 不是单纯狭义的改朝换代 而是古代中国文明大转型的契机 从一个崇拜鬼神经常借助饮酒 获得狂乱超越经验的文明 转型成一个清醒冷静 随时保有忧患意识 并且专注关心此世人间的文明 我们也就同时能够窥知 推想 当诗经成为贵族教育的核心部分时 民间价值也就回头持续影响 规范周代统治者的基本世界观 如此反复循环 成了封建秩序的关键支柱 连结锁定上下之间的价值系统 不至于产生阶层落差 这才使得周代的封建秩序 能够维持那么久 旧时我们的课本上说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考试时出了题目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 我在空阁里填了诗歌集 结果就没有拿到这题的分数 多年之后 我还是对这个答案不服气 当然不是为了分数 而是为了道理 诗歌总集说法的背景 是认定诗经 收录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诗歌 如果有人怀疑 为什么一整代的诗歌 只有305首 大概就会得到 孔子山师的回答 意思是 本来诗经篇幅比现存的多上许多倍 是圣人孔子 以数而不作的方式 精选了其中最好最重要的 留下来 为今天所建定本 孔子山师之说 很难成立 而且就算孔子山过 就算用最夸张的数字版本 说孔子将诗从3000首 删成300首 也都无法证明原版的诗经 就是总集 真正的事实是 我们无从确知 为什么是这305篇留了下来 不知道是依照什么标准选择的 也不知道留下来的和消失了的之间有什么差距 留下来和消失的过程各是如何 我们只能从外围的历史因素猜测推论 我们看到的诗经 当然不是总集 中间经过了编选淘汰的过程 编选淘汰后 能够留下来长期成为贵族教育教材的 要么反映了部分周代基本社会人伦价值 要不然就是贵族有意识的 从庶民生活表现中 选择了和他们特别相关的部分 抱持这样的立场 我们来检验 究竟诗经中都留下了哪些题材的诗作 跟传统的解释刚好相反 大多数的诗都和国君无关 和大臣无关 和国政无关 和劝谏无关 尤其是国风中收录的诗 以及小雅的部分都是如此 诗经的主体 是表现庶民关怀的 他们关怀什么 关心婚姻 关心家庭 关心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活动仪式 及相关情感 以这个角度来读诗经 反而可以比传统读法 更容易让我们跨越时代距离 对于周代的人与社会 有更强更深的体认 我们发现 即使在庶民层次都种下了封建秩序的根基 家庭 婚姻 人伦如此重要 吸引了那么多注意 家庭为主 整个世界是从家庭扩张出去的一套大秩序 显然是西周上上下下 牢不可破的共同信念 这就和甲骨文中呈现出的商人观念很不一样 同时 也和近东古代 苏美尔人或古希腊城邦生活中 所反映出的基本价值 大义齐趣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敬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女性的声枪 作者杨兆 朗读者小M 女性的声枪 另外一件在传统读法中 经常被忽视 甚至刻意被否认的事实是 诗经中充满了女性的声音 传统解释 习惯把女人的声音 家庭与感情的诉说 扭转成是比喻 幻愈 是男性作者为了政治间接作用 而进行的变装表演 诗经中许多精彩 最重要的篇章 是用女性口吻表述的 非常有可能 这些篇章 原本就出自个别或集体女性歌者的创作 例如前面读的福尼 那种期待生子 热闹去踩车前子的经验 可能出自男人之手吗 不太像吧 还有像 庙有梅 也是一首必须从女性声音角度来理解的诗 庙有梅 是打梅子的意思 梅子高高长在树上 没办法用手摘 必须用工具 去把梅子打落下来 一开头 庙有梅 其实七夕 当我去打梅子时 梅树上还留有差不多七成的果实 接着说 求我树式 待其即兮 若有想追求我的男人们 现在是好时候了 又是如此 庙有梅 求我树式 乍看是不相干的两件事 一件是初春 梅子熟了去打梅子 一件是女子长大了 等待有人来追求提亲 但只要继续读了第二段 我们就知道 两件事 其实是一件事 庙有梅 其实三西 求我树式 待其今兮 去打梅子 这时只剩下三成的果实 还挂在树上 时间晚了 梅子成熟的季节快过了 接着就说 有要追求我的 今天就来吧 第三段 庙有梅 轻框寄之 求我树式 求我树式 带其未知 去打梅子了 却发现根本不用打 梅子都落了一地 从地上 捡捡就一箩筐 哎呀 要追求我的男生 现在就开口吧 显然前句的 庙有梅 不只是在讲 打梅子的经验 同时也提供了后句 求我树式的时间序列 与时间感 打梅子和女生要出嫁 有同样的时间变化 刚开始可以从容自得 接着有点急了 不能再慢慢看 慢慢来 最终 眼看最好的季节过了 就露出迫不及待 甚至气急败坏的情绪了 一个女孩成熟过程的心情 就像打梅子 刚到了可出嫁的年纪时 心中有许多期待 许多想象 可以在七成的果实中 选着打 过了几年 少了许多期待与想象 如同树上 只剩西西叔叔三成果实 可供你打了 再过几年 眼看快过试婚时间了 心情就变成 看到满地都是不值钱的落梅时 那样的焦急与失望了 戴琪吉西 到戴琪金西 再到戴琪未知 直接地传递了那份破镜感 这种直接的庶民婚嫁感情 到了后来就很少在诗歌里见到了 因为后来的礼法认定 少女自己不可以如此明白地期待婚姻 必须等待 接受别人的安排 诗旭里怎么解释这首诗 赵男之国 彼文王之话 男女得以及时也 明明是反映一个女生怕失掉婚嫁之时而有的情绪 却偏偏偏要说成 因为这个地方受到文王之风影响 所以保持着男女及时婚嫁的好风俗 这样和诗句明显相反的说法 竟然成了维持千年的正解 不亦怪哉 不过也还好 有这种正解扭曲 掩盖了诗里真正表现的女性情怀 才让如此不符合后世伦理偏见的内容 还能流传下来 诗经的庶民内容 不止被政治化 教条化 还被男性化了 改成用男性中心的角度来读 不过诗中有着大量女性声音和女性情感的现象 就构成男性中心的底层 被保留下来 没有完全遗失 后来中国的诗 有一个奇特的传统 一直有一大部分是模仿模拟女性声音的 最有名的 最醒目的是归院诗和大部分的诗 虽然作者都是男人 但他们写起诗 写起词来 就理所当然换上了女装 用女性身份 讲女性的细腻 哀怨情感 看看欧阳修吧 北宋的大宰相 大知识分子 大历史学家 然而翻开他写的词 几乎没有一首 是用男性的 自己的口气写的 都是女性声音 这当然和词 原本是歌女所唱内容 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 此外多少也反映了 中国传统里 被否认 却没有消失 长期 以浮流存在的 诗的根本文类个性 本内容由静雅思听网站 制作出品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不听 闲智的人才 作者 杨兆 朗读者 小M 闲智的人才 再来读 百周 开头 仍然是自然景象 泛比百周 亦泛其流 在水流之中 飘着一艘百周 这里一字是语词 只有声音上的作用 百周 是用坚实珍贵的 百目所造的小船 也就是说 一艘应该 有用珍贵的小船 却在水上 漫无目的地空泛着 看到这个景象的人 心中难免产生一点 惊讶 好奇之感 然后 接着描写人事 耿耿不昧 如有隐忧 耿耿二字从火 有发亮的意思 耿耿不昧 指的是很想睡 很希望自己能睡 偏偏心中 如有不息的火光 一直燃着 静不下来 也暗不下来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心中有着 幽微潜伏的痛苦忧愁 微我无酒 已熬已游 我不是没有酒 可以喝了坐乐爽一下 接着上面的句子下来 意思是心底的隐忧 让我睡不着觉 而且这份隐忧 还不是喝酒 就能予以排遣的 这隐忧究竟哪里来的 其内容又是什么呢 第一件痛苦 我心匪剑 不可以如 我的心不是镜子 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现象都硬照收纳进来 一有兄弟不可以拒 薄言网素 逢彼之怒 我有兄弟 但他们也不是我能依赖的 我去告诉他们 我看不惯的事 却被他们生气指责 说到这里 我们有点了解他的隐忧了 显然 他不是个很圆滑 能伸能屈的人 他常遭遇看不下去的事 然而他去跟人家吐露这些抱怨 却得不到别人的共鸣 就连亲兄弟都觉得 他太挑剔或太啰嗦 因而 他有了更多的感慨 我心匪时不可转野 我心匪席不可卷野 微一代代不可悬野 我的心不是石头 所以不能转动 等等 石头很重呢 可不是一般我们想象 很容易转动的东西 因而这句话是强调的说 石头那么重 毕竟都还能被转得动 而我的心比石头还重 是不改变 不能改变的 我的心也不是竹席子 不能任意被卷起来 显然 对于要随别人的意志 或环境的条件 而更改心意 他有极强烈的抗拒 无论如何不愿意 尊严 原则对他而言如此美好 如此重要 是不能挑三拣四 更不可能放弃的 我们明白了 使得他耿耿不昧的隐忧 是他无法委屈尊严 原则去和别人妥协 我们也明白了 他的兄弟之所以骂他 因为他们也受不了他 不通人形事故 脾气又臭又硬 他是个固执于自我信念的人 忧心悄悄 孕于群小 构敏既多 受武不少 敬言思之 物辟有标 敬敬 连字 是发自唇间的声音 声音本身便带有尖刺的感觉 相应的 字意上就用来形容 像是有东西在心头 反复刺着的扰痛 忧心悄悄不得安宁 是因为我得罪了身边众多小人 为此我付出很大的代价 既要承受庞大压力 还要蒙受他们的侮辱 言也是无意的语词 夜深人静时想着 静字既呼应前面的耿耿不昧 也呼应后面的物辟有标 指的是躺在床上的夜间状态 正因为静 所以制造了物辟有标的戏剧性对比 被隐忧所苦 辗转难眠 实在睡不下去 醒过来就痛苦地拍打自己的胸口 发出啪啪的声音 日居月珠 蝴蝶而微 心之幽矣 如匪换医 静言思之 不能奋飞 居 是灌常连用的语词 用来表示呼唤的语气 太阳啊 月亮啊 为什么总是要轮流暗淡不发光呢 意思是 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保持光明 会有那么多阴暗存在 我心中的忧愁 就像肮脏衣服一样 让人极度不舒服 以肮脏衣服来形容 正显示了这个人 对人 对事 对物 都有洁癖 夜深人静中 想了又想 想不出解决办法 只能恨不得自己身上长了翅膀 可以飞到遥远的地方去 离开这一切 这样的个性 这样的痛苦 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吧 任何时代 每个人的身边 或多或少 都遇见过这种有洁癖 坚持原则的人吧 整首诗读完了 我们才警觉 哦 那单独只有一句 后面就没再提起的自然描述 好像也不完全只是个不相干 随口带到的开头 饭比百周 亦犯其流 在水上飘的不是一般的小船 而是珍贵的百周 好好的百周 没有被拿来用 浪费在那里 这岂不正反映了一个有洁癖 坚持原则的人 在世俗环境中 最常有的痛苦吗 那种痛苦是怀才不遇 自己的才能 因为和环境格格不入 而无法发挥 不就如同一艘美好的百船 空空无目地 漂流在水上吗 静雅自听 让智慧也动听 妈妈的辛苦 作者杨赵 朗读者小M 妈妈的辛苦 接着请读凯封 凯封自南 吹笔吉辛 吉辛夭夭 母是渠牢 凯封是温暖的风 从南方吹过来 吹在极树的心芽上 会有暖风从南方来 这是春天 暖风吹服下 极树的嫩芽得以长得茂密美好 先讲了三句 描述自然现象的诗 突如其来 一转 接了一句 关于人事的 母事取劳 做妈妈的辛苦了 看见吉树的芽苗 在暖风中长得那么好 像是得到妥善的照顾 于是联想到 照顾孩子的妈妈 要让孩子长得好 妈妈得付出多少辛劳啊 这可以是心 由自然现象 想到人间的妈妈 也可以是笔 用凯封来比喻妈妈 第二段 凯封自南 吹笔极心 母事圣善 我无令人 温暖的风持续地吹 原本的嫩芽 长大长粗了 可以看来 当作柴心了 前面感慨妈妈很辛苦 这段进一步说明 凯封吹着吹着 吉树就长得那么粗壮 嗨 妈妈这么辛苦照顾我们 我们却没有变成像样的人呢 第三段 原有含泉 在殉之下 游子欺人 母事劳苦 哪里有含泉呢 在殉城的外面 但这两句和游子欺人 母事劳苦有什么关系 也许 先往下看最后一段 会比较容易了解 这一段的意义连接 现缓黄鸟 再好其声 游子欺人 莫为母心 漂亮的小鸟 唱起歌来多么好听 生了七个孩子 却不能抚慰妈妈的心 这两者的前后关联 比较明白 小小的鸟儿和妈妈 没有直接关系 更没有得到过 妈妈一点好处 然而她的漂亮形体 她的美妙鸣叫 都可以给妈妈带来快乐 哎呀 游妈妈辛苦养的七个孩子 还不如一只小鸟呢 传统上对第三段的解释是 冰冷的泉水 在汛城之外 多还有灌溉的作用 妈妈养了七个孩子 却都不能帮她分牢 这是一种读法 不能说不对 但总觉得有点牵强 文本上看不到一点 提到含泉有灌溉作用的意思 因而我比较倾向 直接从文本而来的读法 凯峰和含泉 一温暖一冰冷 形成对比 不必硬要把 在汛之下 说成在汛城之外 而是从字面理解为 哪里有冰冷的泉呢 在汛水底下 妈妈像暖风 辛苦把孩子带大 然而孩子 却像汛水下含泉那么冷 连一点点温暖 都无法回报给妈妈 如此呼应了前面的 我无令人的自责 也呼应了后面 莫为母心的深刻遗憾 这又是一首和家庭有关的诗 静雅思听网站 分享到新浪微博功能 闪亮升级 让每一次分享 看得到 也能听得到 想见证惊喜 快去试试吧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河滨散记 作者杨兆 朗读者小M 河滨散记 再来挑战一下 传统上难解 解得有点勉强的诗 袍有苦叶 袍有苦叶 既有身舍 身则利 浅则器 仍然是以自然现象开头的 袍有苦叶 传统上有一种解释 是将苦字解为枯 葫芦成熟之后 藤上的叶子就枯了 因而 要是叶子枯了 才将葫芦采下来 那样的葫芦太熟了 没办法吃 只能拿来当作装水的工具 如此联想到 既有身舍 徒步渡河叫季 有时水深些 有时水浅些 水深时 我们就把空葫芦绑在身上 以便增加浮力 水浅时 那就可以在葫芦中装了水 挂在肩上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是将袍有苦叶和既有身舍 分别开来 袍有苦叶是一件事 既有身舍是另一件 因而 身则利 浅则气 只讲涉水而渡这件事 与葫芦一点关系都没有 水深的时候 穿着衣服涉水 水浅的时候 就先将衣脚拉起来再过 可以避免衣服湿掉 这两种传统解法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那就是忽略了 袍有苦叶和既有身舍 两个句子的形式对账 苦叶或枯叶 是形容词 放在名词前面 然而 若照传统解法 身舍二字 却成了两个相反形容词的并列 如果尊重这两句的对账的话 那么 另一种读法 是将苦叶 视为 袍的两种状态 和身舍两种状态对应 当藤上 还长叶子时 那时的果实 是可以吃的瓜 但如果等到叶子枯了时 那么果实 就纤维化 变成葫芦 只能拿来当容器了 同样的袍 有两种不同状态 就像 同样的是要徒步渡水 也有水深和水浅 两种不同状态 如此 接下来就说 不同状态 有不同的 阴阴之道 水深时 反正衣服一定会湿 就直接下水走 水浅 那就花点功夫 把衣服接拉起来 再过去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 有迷寄营 有咬至名 寄营不如鬼 至名求其母 诗经中 若是出现 有字在前 后面加一个字 通常就等于后来 文言文理的 然用法 有迷烟耳就是迷然 形容水满出来的模样 有咬 则是咬然 形容鸟叫声 很响亮的模样 渡水之处望过去 满满一大片都是水 同时耳边传来 鸟 大声鸣叫的声音 水位高涨了 不过 应该还没到 淹到车轴头的地步 也就是车子还可以安全地 往来渡河 而鸟之所以叫 那是母鸟在追求公鸟啊 第三段 雍雍明艳 蓄日始淡 势如归期 带兵未叛 远远传来雍雍的声音 抬头看 原来是空中大雁的叫声 同时也就看到太阳刚刚升起来 前面一段的描述 是先在视觉上 看到满满的水 然后听觉上 感知鸟在叫 这一段相反 先听到大雁叫声 引着抬头 然后视觉中 充满了朝日升起的光泽 如果男士要娶妻的话 得在和尚皆兵 还没解冻融化之前呢 最后一段 招招周子 人设昂否 人设昂否 昂虚我有 水太深的时候 过河就得靠渡船了 掌渡船的就是周子 在河边 船夫用手招呼着 表示渡船要开了 人设昂否中的昂 是我的意思 发音上 接近闽南语的我们 所以那是一种撒娇的口吻 人家渡河 我们不要了 人家渡河 我们不要了 因为还要等朋友 朋友没有来嘛 好了 这四段诗 各自意思如此 但他们彼此之间 到底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又要表达 什么统一的事件 意念或情感吗 前面读到的诗都有反复的形式 借由重复与改动 表现出清楚的层次秩序 刨游苦叶则不然 就连开头的刨游苦叶 四字一句 后面都没有重复出现 唯一的重复 是倒数第二和第三句的 人设昂否 缺乏其他诗的那种结构暗示 使得传统上这首诗的解释极为分歧 第一种说法 将四段连接起来是 第一段 叫人做事情要能应变 不同情绪用不同方法 第二段 一位女子听到母智求公智的叫声 油然而生对于伴侣的思念 第三段 听到燕鸣之声 响起来这是涨水的秋天 车子渡不了河 只好计划 那么也许到了大冬天 河上结冰 车子就能够从冰上驶过 会是比较适当的时机 第四段 别人要渡河了 船夫招他 他不去 因为要等心目中 那个男人时候到了来迎娶 那时才能渡河 但另外一种相对现代的解法 可以参考 王静芝的提示 游手至尾皆以涉水为贯 故之为河滨之地 乡里所畅 意思是 这是河滨生活的拼贴艺术 不同时刻 不同人的故事 但因为都发生在河滨渡头 所以就把它们摆在一起 拼成了一首歌 这是从渡船头看过去 所记录下来的河滨散记 从这种角度读 那么第一段 我们看到的是 不同渡河方式的描述 第二段 是上游大水下来 水满时的自然景观 第三段 则是深秋进冬时 人车都无法直接行过渡口了 若要嫁娶 那就只好等河滨尖冻的时机了 第四段就更有趣了 是一个当下现象的小集景 也可以是唱歌的人 增加的一点撒娇气氛 如此一来 这首诗不但能解 而且还让我们佩服 短短几句 就给了关于渡口环境的一份 丰富白苗 进亚思评网站 分享到新浪微博功能 闪亮升级 让每一次分享 看得到也能听得到 想见成惊喜 快去试试吧 静亚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悲愤的离婚女子 作者杨赵 朗读者小M 悲愤的离婚女子 再下来请看古风 诗经中常见的通力 是以大自然现象 作为启发引领 带出人间生活的片刻情绪 刨有苦业 可能是个例外 是一连串的河边极井 古风是另一个例外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叙事诗 是严谨单一观点的叙事诗 开头仍然是大自然现象 喜喜古风 以阴以雨 从山谷中吹来阵阵的风 又带来又阴又湿的气候 民免同心 不宜有怒 尽管同心过日子 为什么要像天气那样 阴沉发怒呢 接着是农事上的比喻 采风采飞 无以下体 风是无精 飞是萝卜 都是地下根 收成时 必须拉着地上的叶 才能将根拔起来 这句表面的意思是 采无精 采萝卜 有办法 不连根带叶拔起吗 底下的意思 是和前一句连起来 形容夫妻是一体的 无法分开 但为什么不能努力同心 却要常常摆脸色 发脾气呢 这一段的最后一句 得因莫为 接耳同音 得因是尊称别人说的话 你说过的 要一起老去一起死 可不要违反违背呀 这一段就让我们明了了 这是一对夫妻的故事 而且恐怕 不会是个甜美幸福的故事 第二段 行道迟迟 忠心有为 这句应该是呼应 第一段第一句的 他走在路上 所以会感觉到 古风英语的吹袭 为字 从走之步 本意就是 从走路上来的 我们今天习惯连语说违背 但其实 违背 两字 有不同意义 背是相反方向 转过身回头走 为 则是没有走在路上 走到正路以外的地方去了 违法 就是没有完全依照法律规定 走到岔路上去了 他走得很慢 因为打心底 就不愿意走上这条路 恨不得能够走到别条路 别的地方去 不远依尔 博送我鸡 依字和博字 都是没有意义的词语 这句话形容的是 不情愿地走在路上 回想 刚刚怎么走出来的 心中探愿 不期待 你送得很远 但至少可以把我送到门口吧 也就是说 出门时 丈夫甚至连送他到门口都做不到 不愿意做 谁为涂苦 其甘如季 燕耳新婚 如胸如地 谁说涂菜是苦的呢 和我现在的心情相比 就算涂菜都像季菜一般甜美啊 前一句话这样形容心情的痛苦程度 可是后一句却说 新婚时的欢乐 简直就像兄弟相处般自然亲密 这两句话要怎样连起来 看了后面的诗 我们会知道 新婚 讲的不是他自己 他眼前看到了别人的新婚欢乐 以至于心中痛苦不堪 往下读就知道 燕耳新婚的人是谁了 静以为拙 时时其指 燕耳新婚 不我谢已 成语中的静位分明 来自于这两条 汇流的河流 在汇流处 净水很轻 胃水很浊 构成奇观 始终用这个现象来推演 和清净的净水相比 胃水看来很浑浊 但其实胃水 在静止之处 也是清澈的呀 你们新婚欢乐 就嫌我 要把我赶走了 读到这里 我们懂了 原来燕耳新婚 在那里享受欢乐的是 是她的丈夫 丈夫 娶了新妻子 就把她赶出来 她被赶出家门 痛苦迟疑地走在路上 而离开时 丈夫甚至连送到门口都不肯 因而 净水 喂水的两句 也就多了一层比喻意思 和新人放在一起比较 显得老丑不堪 然而 我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老丑 我也有年轻当新人的时候啊 到这里 诗的情绪都是哀苦的 然而此处却有了转折 物是我良 物发我狗 这是起始的语气 你可不要到我堆好 用来拦住鱼的河梁那里去 你可不要去打开我的捕鱼楼啊 坏女人 你不要动我的东西 那些鱼是我的 但这样的怒气快快来 却也快快去 立刻又换回了悲苦无奈的心情 我功不悦 黄续我后 唉 我来自身都照顾不到了 还怎么管得了 离开之后发生什么事呢 再下来 就其身矣 方知周知 就其潜移 永之游之 这四句可以是济世 也可以是比喻 视之为济世 那就是他在回想住在河边的生活 水深的地方要用木筏或小船渡河 至于水浅的地方 那就可以游泳 若是独作比喻 那是他用这样的事情来表达 遇到了什么状况 就得变通想什么办法 这一直是我张罗家中事物的本事 所以接着说 何有何亡 民免求之 凡民有丧 匍匐就之 有什么缺什么 不就都是我努力去张罗来的吗 不只对自己家 自己家人如此 遇到了亲戚邻居 别人家有丧事 我也都连滚带爬赶去帮忙 不我能絮 凡以我为仇 祭祖我得 古用不受 絮 心字边加一个处 意思是在心中感念 你非但不在心中感念我这些好处 反倒把我看作仇人 要把我赶走 拒绝了我的美德 而且好像视力现实的生意人 对待卖不掉的东西一样 西域恐欲拘 吉尔颠覆 寄生且欲 比语于毒 前句的欲字是词语 说的是 当时和你生活 难道那么美好 那么容易吗 还不是充满了恐惧与贫困 那样的日子很平顺吗 还不是跟你一起 颠颠致致的走来 后句的生 欲 可以只生了孩子 将孩子养大 不过因为前后都没有 其他句子提到孩子 他离去的心情 也没有对孩子的挂念与不舍 所以或许解围让家庭 家业无中生有 并逐渐变大变好 比较合理 结果呢 你却把我看成毒药啊 我有止序 亦以欲东 欲想欲气 欲想欲不值得呀 我竟然还帮你晒好了菜干 给你过冬 燕耳新婚 以我欲穷 你们正在享受新婚欢乐 却利于照顾我 为了节省开支 把我赶出来 欲说欲悲惨哪 有光有愧 既以我似 不念惜者 异于来记 你对我不是趾高气扬的炫耀 就是怒气冲天 给我的都只有辛苦的工作 记 是特别的风俗 媳妇刚过门 一切还不熟悉 也还无法明确确定 在这个新家中的宗族身份 所以会有一段过渡期缓冲期 有的说法是三天 也有说是三巡三十天的 在这段期间 媳妇是不需要工作的 所以她感慨的说 你都忘记了 那段当我新嫁进来 还在记中的日子了 嗨 那是她当年的燕耳新婚呢 这是一首讲离婚的叙事诗 在那个从原来家中出门的时刻 这个离婚女子的遭遇与心情 这样的题材 难免让我们想起 东汉时的岳父长诗 孔雀东南飞 写的也是一个离婚妇人的故事 不过古风的叙事 比孔雀东南飞来得简约 却包藏着更戏剧性的转折 读这首诗的人 都一定会对 物事我良 无法我苟 我功不悦 黄絮我厚 这段留下深刻印象 突如其来的凶恶 愤怒口气 在想象中对着抢走她丈夫人的指赤 不准你动我的东西 我辛辛苦苦准备才抓来的鱼 不准你偷走 但一说完这话 甚至无法维持片刻的自欺 立刻明白自己这话的荒唐与无力 现实包拢过来 只能黯然承认 我都无法留在这里了 要怎么管得着和良和鱼篓呢 这样的情绪转折 比其他指责负心男人的话 更让人替她伤感 是非常细腻的文学手法 进亚思听网站 分享到新浪微博功能闪亮升级 让每一次分享 看得到也能听得到 想见证惊喜 快去试试吧 静亚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从怨女等成怨妇 作者杨兆 朗读者小M 从怨女等成怨妇 下一首来读 萌 萌的主题和古风很接近 放在一起就能看出 怨女怨妇很早就在中国诗歌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萌之痴痴 抱不貌思 匪来貌思 来及我谋 萌 从王从民 原意指的是 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人 不是我们周围日常认识 有名有姓 有家有户的人 现代语里还有流氓 从别的地方流离诗所跑来的人 吃 即是今天的吃 一直傻笑笑咪咪的样子 有一个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小伙子 笑咪咪的来到我们这里 抱着麻布要来换丝 麻布到处农家几乎都可以吃 丝 却要在重丧养残的地方才能生产 不见而丝贵 所以有人做这种生意 所以要抱一大堆麻布才能换丝 这是个外地人 而且是个做生意的 他来其实不是真的要做不换丝的生意 而是要来追求我 在我身上打主意 到这里我们知道了 这首诗是以一个女孩的口吻说的 呈现的是他主观的看法 从他当时的眼光看去 前来的陌生家伙是个傻小子 不过在那个绝大部分人 都一辈子定居在自家村子里的时代 会去四处奔波做生意 恐怕也傻不到哪里去 得有几分精明吧 送子设起 置于顿秋 匪我千妻 子无良眉 将子无怒 秋已为妻 第二段 人称改了 从原来的第三人称 蒙 这个小子改成 子 直接对这个人说话 所以很明显 外地来的小子 成功结交了失中的我 小子要离开我的村子了 我还送他渡过了汽水 一直到顿秋 离别之际 我对小子说 不是我一直要拖延日期 你一个人冒冒失失跑来 就要把我取走 连个像样的没人都没找 怎么可能 然后改变了口气安慰他 你别气了 让我们约好了 秋天时 你找没人来 那好事就成了 成笔鬼圆 以望复官 不见复官 涕气连连 既见复官 再笑再言 他离开之后 我就经常不顾危险 爬到旧城墙上 或许是因为那里 一般不会有人吧 也有可能因为那里 能够远远看见官 往来做生意的人 必须经过关 才能进到这座城里来 所以我在那里 看他有没有回来 一直看不到他回来 眼泪忍不住 就滴落下来了 终于有一天 真的看见小子过关回来了 我于是又能有说有笑了 再 再 是一边怎么样 另一边怎样的意思 而不而是 体无旧言 以耳车来 以我会迁 你说你问过补 占过挂 风体上显现的结果中 没有任何不好的话 你驾了车来 我也就带着我的财务嫁妆 跟着你离家了 会 是财务财货的意思 而 是所有个形式 你的的意思 不过这里有微妙之处 两人本来说好 秋以为妻 而之所以需要等到秋天 是因为 子无良梅 换句话说 就是等秋天 你去找了没人来就能结婚了 可是接着一段又说 不见副官 气涕连连 那应该是过了约定的时间 那男生还不见人影 延误了回来的时间 等到他真的回来了 却也还是没有带着没人来 只带了自己问补 占卦的结果 说一切都没问题 这个女生 也就答应收拾包裹 跟他的车走了 接下来一段 可以视为 对他们成婚季节的提示 也可以单纯读作比喻 桑枝未落 其叶沃弱 鱼皆揪熄 无时桑肾 桑叶还没落 茂密已柔嫩地挂在树上时 揪鸟啊揪鸟 你可别急着把桑肾吃掉啊 桑叶还很茂密漂亮 那么桑肾果实 也就还没成熟 要是你先吃掉了不熟的果子 以后就吃不到丰美果实了 全诗开始于外地人来抱不貌私 显示了女生家是种残养丧的 所以她一定对于桑树的成长变化 特别敏感 如果这是季节的提示 那么表示本来约定秋已为期 男生却拖到第二年的春末夏初才来 难怪让女生等得气涕连连 以为她不会回来了 也难怪见她回来会喜出望外 以至于连她没有按约定找没人来 也不计较了 不过更重要的是作为比喻 这两句话是连接后面的 于皆女兮 无与是丹 是之丹兮 有可说也 女之丹兮 不可说也 丧之落矣 其黄而允 于皆女兮 对应于皆揪兮 警告女孩们 可不要和男人稀乐游玩啊 男生稀乐游玩 有他们的理由 女生却没有道理 也没有本钱 跟人家这样稀乐游玩啊 接着又回到对桑树的描述 说季节到了 桑叶从树上落下来时 那叶子就不再茂密柔嫩 而是枯黄的状态了 对女生的警告 包在前后的桑树对比中 连起来看 那就清楚了 要女孩子 别急着将自己的青春交出去 换取一时的稀乐 因为青春一世 女孩就像过了季节的桑叶般 失去了价值 单字 有强烈的时间意义 只胡混 无目的度过的时间 男人可以这样混啊混着 女人没办法 混一下 青春就过去了 我们还能从 诗中人称的改变 查知 我在心情上的转折 一开始叫这个人 盲 那个小子 接着换成 子 儿 你 你的 到这里又变成 是 那些男人 男人们 中间有着明确 亲疏距离的变化 距离感从哪里来呢 看下一段 自我 从我到你家之后 三年中都一直很穷 然后这里突然插入了 骑水伤伤 肩车为常 两句渡河的描述什么意思 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 这时我想起 当年坐你的车度过骑水 因为是春末了 骑水水位很高 溅上来 淹湿了车为慢 这应该是个不祥的预兆 提醒了 你不是个信守诺言的人 约好在水位较低的秋天来迎娶 你却拖了那么久的时间 但我那时 沉浸在幸福的想象中 完全没有料到 嫁过去会有这样遭遇的呀 另一种解释是 借由这两句告诉我们 原来这整首诗的时间与场景 那是我嫁过去三年之后 被丈夫给赶了出来 要回娘家去 车渡过骑水 水淹上来 溅湿了车为慢 使她分外赶伤 爽字是差错的意思 成语 报应不爽 指得即是 做了什么 就得到怎样的报应 不会有错 作为一个女人 我没有做错什么呀 是男人会改来改去 不守信用 男人不止三心二意 说话不算数 而且根本没有个底线 什么都能说 什么都敢做 三岁为父 迷世老矣 素心叶媚 迷有朝矣 嫁过去三年为人妇 家屋里 没有一件事 不是我要操劳 要照顾的 迷有朝矣 表面意思是 没有早上 这是减省的句法 从 没有早上 没有中午 也没有晚上 减省而来的 今天台湾 还有每早 每晚的说法 差四尽知 指的是 忙到没有时间感 从早到晚 没有差别 都在忙 无法休息 同时 也是忙到 没有了早顿 晚顿 连吃早饭 吃晚餐的时间 都没有 我三年来 过着贫穷 忙碌的生活 早起晚睡 整天不得休息 言济碎已 至于报已 兄弟不知 细其笑已 前头追求我时 说了那么多话 后来呢 却换成了 对我凶暴的态度 我娘家的兄弟 还不知道 这样的事 如果知道了 他们会如何 嘲笑我呀 我在夫家 受到这样的虐待 娘家不知道 但为什么说 要是兄弟们 知道了 会嘲笑呢 这两句 显然是呼应前面 以耳车来 以我会牵的 这男人 根本没找没人 没有按照 婚嫁的规矩来 我却不顾 娘家的反对 兴冲冲 收了东西就走了 所以兄弟 若知道他的遭遇 一定会嘲笑他 当时那么急着 跟人家走啊 静言思之 公自道义 吉尔偕老 老实我愿 静静想着 回忆着 我只能替自己 伤心难过 甚至得不到 兄弟家人的同情 吉尔偕老 希望能和你一起老去 是周代婚姻中的套语 就像基督教婚礼中 牧师要引导新人说 Do you dare do we part 是一样的 想起男人当时说 吉尔偕老的承诺 尤其是那个老字 分外让我分开 说什么老 才三年 早已全都不算数了 其则有案 其则有判 其水有河岸 就算范围更广的湿地 也有其边界 这是用自然现象 来呼应前面的 是也网集 为什么就是男人做事 没有底线 可以如此胡来呢 总觉知厌 言笑厌厌 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 亦以焉灾 总觉指的是未成年 未结婚前的发誓 厌厌则是温和舒适的样子 哎 回想起当年的快乐 那时你脾气很好 很容易相处 但但 原意是如同大白天 所以当年的承诺 誓言可不是偷偷摸摸讲的 讲得那么直接明白 这些你都不记得 都不想了吗 你都不记得 都不去想 那也就没有办法 就算了吧 和古风一样 诗结束在对于美好过去 婚姻尚未变质时的怀念 不过 萌 多加了一句 无奈自弃的感慨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爱情来了 作者杨兆 朗读者小M 爱情来了 再来读一首好玩的小诗 静女 古风记录了婚姻的破灭 蒙记录了婚姻的毁坏 静女则记录了爱情的开端 还是讲男女关系的 静女奇书 似我于成余 静女 在此不见得是安静文静的意思 比较接近广东话的靓女 简单说 就是漂亮女孩 书字也是形容美丽 所以 静字书字重复交叠 强调女孩有多么美 漂亮女孩跟我约好了 在城墙底下 角角隐秘的地方等我哟 这开头就显露出 男生心头 砰砰乱跳 既兴奋又紧张的模样 她赶了过去 爱而不见 搔手迟除 这里的爱字 应该是爱的意思 暧昧不明 原本指的是 因为光线不足 昏暗情况下看不清楚 怀抱着高度期待 跑到墙边隐秘处 在那充满暗影的地方 东找西找 都不见漂亮女孩的踪迹 于是抓着头走来走去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静女其卵 以我同管 同管有尾 月异如美 卵字和书字一样 还是形容美丽的字 正不知所措时 漂亮女孩出现 感觉上更加漂亮了 她还带了一只红色的主管 来送给我 拿到了这份礼物 忍不住称赞 红色主管还有光泽呢 你多美啊 我多么欣赏你的美啊 表面上说主管 实质上 当然是借说主管 在赞美女孩 字幕归题 寻美且意 肥女之未美 美人之仪 归字 是带回的意思 原来漂亮女孩去了城外 随手带回了茅草间 这茅草间真是又美又奇特呀 这说明了 为什么漂亮女孩 要约她在城下了 或许是她借着出城踏青的机会 偷偷来会情人 带了红色主管 顺便还给她一把刚刚摘彩的茅草间 刚接过茅草间 她兴奋的说 哇 茅草间实在太棒了 跟我看过的其他茅草间都不一样呢 这样说完了 意识到话说得太夸张 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对着茅草间说 啊 不是啦 不是你真的有多美 有多特别 而是因为漂亮女孩送我的缘故 这是移情作用 喜欢这个女孩 加上之前找不到她那种心慌 以至于她的出现所带来的狂喜 投射在物品上 使得再平常 再简单的东西 映在她眼里 都会发出特别的光 那是爱情与幸福的光吧 这首诗有很细腻的因果层次 如果不是知道女孩已经在等了 不会匆匆忙忙赶去 以至于在慌乱中找不到人 如果不是一时找不到人 就不会在女孩出现时 刺激出那么强烈的高兴反应 如果不是那么高兴 就不会夸张地称赞女孩送的礼物 先用那种方式 称赞了女孩特别准备的礼物 接着 又用同样的方式 称赞女孩随手采摘的 既不珍贵 也不特别的茅草间 因而显现了其中的荒唐 以致自己都不得不承认 重点 不在茅草间 而在漂亮女孩的心意呀 一首简单 却巧妙的好诗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静雅自听 让智慧也动听 热闹的青春戏谑 作者杨兆 朗读者小M 热闹的青春戏谑 还有另外一种歌的形式 可以借桑中这首诗来认识 原采唐仪 媚之香仪 唐是一种可吃的野菜 媚则是魏国的一座城 诗里说 到哪里去采糖草呀 到媚城的郊外去采糖草 云水之思 美梦相宜 然后问 你在想谁呀 在打谁的主意呀 回答 我喜欢的是江家的漂亮少女呀 欺我呼桑中 妖我呼上宫 送我呼 旗之上矣 要到媚城郊外采糖草 一路想着江家的美少女 描述和她约会的情况 她先在桑中这个地方等我 两人见面了 她就邀我一起去上宫 分手之前 她还一直送我到汽水岸边呢 后面两段和第一段几乎一模一样 只有幻运连带换几个字而已 第二段是 圆采麦矣 媚之北矣 云水之思 美梦一矣 欺我呼桑中 妖我呼上宫 送我呼妻之上矣 到哪里去采麦呢 到媚城外的北边去 想着谁呢 我喜欢的是一家的美少女 第三段 圆采风矣 媚之东矣 云水之思 美梦雍矣 欺我呼桑中 妖我呼上宫 送我呼旗之上矣 到哪里去采吴京呢 到媚城外的东边去 想着谁呢 我喜欢的是庸家的美少女 这首诗最重要的特色 就是不适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层次结构 这首诗没有层次 因为它的形式与层次无关 形式上这是集体的少男情歌 我们不能拘泥从文字表面来解释歌中的意思 看文字表面 那要么有一个男人 不要脸的先追求江家少女 又追求一家少女 还追求庸家少女 而且跟他们每个人约会 都是一模一样的过程 这像话吗 要不然是有三个男生 第一个喜欢江家妹妹 第二个喜欢一家妹妹 第三个喜欢庸家妹妹 而三对情侣的约会场景 凑巧都一样 这又像话吗 这是首年轻男生集体欢唱的歌 固定套装的歌词 轮到谁唱 谁就把云谁之丝 后面一去的答案 改成自己的一中人 如此一来 歌也就有了公开告白的功能 让大家知道 这个男生爱哪个女生 而套装歌词讲的是女生 其我互丧忠 于是告白的男生也给自己留了面子 好像女生也喜欢他 说不定唱的过程中 那个被点名的江家少女 就羞红了脸说 不是我 或我才没有要他呢 充满了青春戏谑的热闹 用耳聆听 用心关注 静雅思听官方微博 陪伴你 温暖你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破碎的家庭 作者杨兆 朗读者小M 破碎的家庭 对比对照一下 我们来读最悲惨的格磊 还是自然景象的开头 绵绵格磊 在河之许 格磊是藤万类的植物 进水就在河边绵延的生长 许字是水芽的意思 在河之许 因而给了我们 不只是河边有格磊的意象 还让我们感觉 那一大片格磊 一直长到和河水混在一起 分不清边界了 终远兄弟 为他人父 为他人父 亦莫我顾 格磊在河水的滋润下 这样连绵长成一大片 我呢 我却连最亲近的兄弟 都永久分离了 我要到哪里去寻找亲人 怎样才能有亲人相照应呢 就算我去叫别人爸爸 人家也不会理我呀 这是描述 离乱孤独的痛苦 显然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 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家庭疏贷 人是借着和兄弟亲族间的关系 才取得安全感 甚至才有了生命的意义 灾害或战争带来的离乱 最严重的 就是使得人和家族断绝了联系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诗经中那么多和家庭有关的诗 让我们明确看到 周代 以家族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封建秩序 早已经深深的植根在 一般平民百姓心中了 第二段 绵绵格磊 在河之寺 中远兄弟 为他人母 为他人母 意思和第一段一样 只换了运 换了几个字 流离失所 就算想任别人做母亲 别人也不会收容我 拿我当他儿子 第三段 绵绵格磊 在河之纯 忠远兄弟 为他人坤 为他人坤 亦莫我问 纯 是岸边滴滴的意思 失去了自己的兄弟 跑去叫别人大哥 别人连听都不要听啊 三段意思是重复的 但形容的方式 却一段比一段悲哀 刚开始想找父亲 因为父亲有能力照顾家人 但无处去找 接着退一步 想找母亲 得到一点归属的安慰 也找不到 再退一步 找个大哥 可以听听我的哀痛吧 竟然连这一点卑微的愿望 都得不到 亦莫我顾 亦莫我幼 亦莫我问 虽然只变化了三个字 那痛却是一层层 欲词欲深呢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翻墙求爱的男子 作者杨兆 朗读者小M 翻墙求爱的男子 也该读读这样有趣的诗 《枪众子》 这是一首少见 从头到尾直续的诗 感情奔放活泼 全无掩饰收敛 而且都没有引用自然现象 来作为比喻或呼应 《枪众子兮》 无于我理 无者我竖起 岂敢爱之 为我父母众可怀也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开头 枪字音 是语意 没有文意 却有声音上的提示 与记录效果 像打罗一般的声音 指示着激动叫唤 有着叫一声的作用 所以这是叫一声众子啊 你别爬绕着我们这个礼房的墙 别把礼墙边中的起树折断了 激动AO叫完了 接着赶紧解释 不是我舍不得起树 是因为怕我爸妈呀 虽然我很想念众子 可是爸妈骂人的话 我还是会怕 还是得听啊 哦 这样我们了解了 众子之所以要爬墙 是为了来见诗中说话的这个女孩 而且 她们两人思念相爱 是没有得到女方父母同意的 这不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戏中 罗密欧偷偷爬上阳台 私会朱丽叶的画面吗 第二段 枪众子息 无语我强 无者我恕丧 岂敢爱之 为我诛兄 众可怀也 诛兄之言 亦可畏也 叫一声众子啊 不要爬我们家的墙 不要折坏了我们家众的桑树 起树是标示里门位置的 是景观树 桑树却是养残用的 是家里的财产了 但女孩还是解释 我不是可惜桑树的价值 而是担心亲族兄长们骂我 朱兄通常指的是范围教广 不单是自家哥哥 而是书伯亲亲里的兄长 都包括在内 我虽然想你 但还是不能不在乎兄长们的教训呢 第三段 枪众子息 无语我缘 无辙我树坛 岂敢爱之 为人之多言 众可怀也 为人之多言 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 教育上众子啊 不要越过我们家的园子 不要损坏了园子里的坛树 不是我舍不得园子里的树 而是我害怕别人的流言 我很怀念你 但别人的八卦流言 我还是不能不害怕呀 诗中对于女孩 欲赢还剧的矛盾心理 表达得多好 少男少女怀春 力量多大 根本不是礼法 尽意得了的 刚开始 男生爬了礼墙过来 然后他更大胆了 爬过家院的墙 更靠近了 再来 他甚至越过了园子 那就是到达屋舍来了 相应的 刚开始 只是父母在意阻止 接着 亲组里的兄长都知道了 都跟着阻止 最后 旁边的人家都知道了 都在嘀嘀咕咕说闲话 因为是众人的言语 所以说 人之多言 这一层层的阻挠 让女孩苦恼 所以要劝男生 别做的太语举 但又怕话说的太重了 所以赶忙要解释自己的心情 而且 照着一层层的描述看来 他的劝告显然也没有什么作用 反而更燃起了众子 坚决追求的热情呢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感谢观看